有了时间和大量的金钱 月球村有朝一日可能成为现实 有一天可能会有一个月球社会 工程师 科学家和普通家庭 一起生活在我们的月球上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永远生活在那里 月球不会是人类最终的目的地 而将是进一步探索太空的前哨战 正如美国已经宣布的那样 这是一个测试航天技术的机会 这些技术有一天会带我们去火星 那么月球仅仅是一个测试环境 现在我们可以创造历史 人的历史上将第一次成为一个多行星的物种 我们应该行动起来 去探索 首先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们的卫星 月球 然后是火星 这是一个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多行星物种的重要一步 其他人则更愿意留下来探索月球 它是一个强大的研究据点 它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 阿波罗计划让我们对月球充满了渴望 月球就像一个博物馆 而我们只去过它的纪念品商店 这就是我的看法 月球有整个空间供我们去探索 在我们的地质记录中 地球历史的头一亿年左右的时间是缺失的 然而这是地球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因为这是地球形成的重要时期 月球是一个古老的天体 它和地球的年龄相同 但是它自己的地质演变 在大约三亿年前就已经停止了 那么它就像一个冻结在时间中的博物馆 展示了太阳系年轻时恒星的样子 因为那时期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 所以它可以告诉科学家 关于恒星早期演变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月球来了解地球 我们自己的星球 会比我们单单研究地球了解得多得多 如果我们能从月球上取的样本 把它拿回来研究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月球和地球的知识 然后通过滚雪球效应 我们就得到了更多关于太阳系的知识 自第一台通信发射器发明以来 由于我们的无线电波 地球已经陷入了无尽的喧嚣之中 月球是一个天然的屏障 在其黑暗的那一面 将有可能在一片寂静中聆听太空的变化 在月球的另一端 从未被地球上的人工无线电噪音影响 在月夜时 来自太阳的强光也无法抵达月球的那一端 因此在月球的背面 有两个星期的极致寂静 没有无线电的干扰 可能是太阳系中最安静的地方 这里将是一个进行射电天文学研究的最佳地点 伊恩所期望的目标 由中国率先实现 2019年12月 嫦娥四号将玉托二号月球车 送上了从未有人踏足的月球背面 几个月后 从月球发挥的照片显示 玉托二上种下的棉花种子 已经生根发芽了 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成功探索 不仅是中国航天的一大步 也是国际航天合作的典范 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 帮玉托聆听遥远宇宙的声音 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与辐射接量探测仪 为我们勘探月表浅层矿材 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探测仪 则能测量太阳分粒子在月表的作用 通过一次次新的探索 人类将在月球上获得更多宇宙的宝 我们将在月球上安装望远镜 探索和研究在波长范围内的 银河系宇宙和恒星 还有无线电望远镜也放在月球的黑暗面上 随于安静的地方 整个太阳系当中无线电静默的地方 而这些无线电天线将会能够探测到 大爆炸产生的第一批恒星发出的信号 我们将能够探测到 围绕其他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 登月计划也可能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像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 他们已经在计划建造穿梭机了 带游客来参观月球 但真正的宝藏可能不在月球表面 有一些私人公司在开发 为月球航天器运送装备的业务 甚至有一些私人公司 认为他们可以在月球上开采一些东西 再把这些东西带回地球出售 月球上有稀土 月尘当中含有一种氦的同位素 称为氦酸 它可以用于核聚变 并且产生非常少的放射性废物 事实上10吨的氦酸就够了 可以为欧洲供电一整年 但是毫无节制地开采月球资源 把月球当成一个水库一样 是极其荒唐 所以必须把保护月球放在首位 太空不属于任何人 如果有人在月球上这样做 开采月球资源 他们将完全改变月球的面貌 这种个人行为会殃及全人类 最终在天空中 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月亮 这个月亮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月亮 归根结底 这是人类必须做出的决定 如果我们想探索太阳系 那么这将改变其自然环境 1978年的5月份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尔金斯基抵达中国 以敲定中美正式建交的更多细节 在布尔金斯基交给中国的礼物当中 最为贵重的是一克月球突然 其中的半克交到了十年 43岁的欧阳自远的手中来做研究 42年之后 嫦娥支付欧阳自远 见证了嫦娥5号的返回 并为中国带回了1731克新的月球突然样本 正当中国的航天人欢呼雀跃之时 美国的航天人却一直面临着一个难题 到底是建国际空间站还是登月 其实从21世纪一时 美国就不断地在制定着新的太空计划 小布什的重返月球 奥巴马的火星计划 再到特朗普的2024重返月球的 阿尔特密斯计划 20多年来 每一届美国政府都对火星或月球 充满着兴趣 但是距离上一次 美国人踏足月球 已经过去了近49年 自从美苏太空竞赛结束之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 就不断地缩减 已经很难去支付多个大型项目 目前美国正力争在2024年 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但是美国所主导的 国际空间站的预算 从何而来 成为了一个新问题 探索太空开发月球 它不只是一两个国家的特权 而是我们全世界 全人类共同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我们这一代人 跨越边界的合作 也需要下一代人 星辰大海的梦想 2021年6月27日 香港会展中心的展厅满满荡荡 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的预约名额 已经开放 就瞬间爆满 这次展览最吸引人的展品 是嫦娥五号 从月球带回的部分土壤 这些土壤被放置在一个 人造水晶材质的球形容器中 香港市民可以近距离观察 与月球土壤一同抵达香港的 还有有六名多个航天项目的 总指挥和总设计师 组成的国家航天科学家访问团 香港市民亲切地称他们为宇宙天团 月壤和天团的到来 在香港掀起了一阵月球日 应该说在六十多年来 我们确实在一个比较艰苦的环境下 解决了什么问题 解决了应该有我们没有的问题 经过五十年 我们应该说做到了 应该有了我们也有 那么现在面临这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是不仅是要解决有无问题 现在是要解决赶超问题 是要超过严家 在2021年6月16日 举行的全球太空探索会议2021上 中国与俄罗斯联合公布了 合作建造国际月球科研站的 第一阶段路线图 计划会在2021年至2025年之间 执行六次探约任务 很多欧洲的航天员 都开始积极地学习中文 提前为今后参与中国的航天计划 做足准备 中国航天员和欧洲航天员 在中国一起训练 我们的团队合作很顺利很好 我想感谢我的成组同事们 随着神舟12号的升空 中国航天工程中建设空间站 这一新阶段正式开启 天空号空间站 很快将成为美国主导的 国际空间站外 人类在太空中 长期活动的第二个落脚点 并以此为中转 进一步探索月球 20年的时候是它原来的计划 现在是延长到2024年了 那么到时候是不是再继续延长 那现在咱们就不知道了 所以就假如说 到2024年太不延的时候的话 那确实我们应该说 就是在轨道上 在天上这个空间站 就是中国这一个了 那么应该说 应该创造条件 为整个世界人类服务 中国已经表态了 对外开放希望都来 我想应该保护美国 中国是度量很大的 是吧 进入到空间站阶段 我们将继续加大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 深度与广度 使中国空间站 成为一个造福 全人类的太空实验室 探索太空 需要的是各国尖端人才 与设施的共同合作 开发月球 所图的也非一人一国之力 而是推动全人类的 共同发展 中国在探索宇宙的工作上 也一直保持着开放态度 向全世界敞开着 共赢合作的窗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